大家好 欢迎来的言论 我有一个损友 他叫吴苗王 在英国大搞群体免疫的时候他就说过 也许这就是英国政府在故意进行人类清除计划 让那些对国家GDP没有什么贡献 而且还需要大量养老金 还有医疗资源去供养的老年人提前去减上帝 当时我就觉得不至于吧 好歹是发达国家 好歹是天天喊着人权民主自由的国家 不至于这么下作吧 但是时至今日英国政府是不是这样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 但类似的事情它居然真的就在美国实锤了 早在今年的7月4日 科学顾问Paul Alexander 给川普指派的美国卫生福利部助理部长 Michael Caputo 还有其他几位高级官员发了一封邮件 里面的内容真的是触目惊心 就比方说这个 别无选择 我们只有将低风险人群暴露给病毒 我们才可以形成我们所需要的群体免疫 句号 还有这一句 婴儿 孩子 青年 年轻人 年轻的成年人 没有基础病的中年人 零风险或者极小的风险 所以我们使用他们发展出群体免疫 我们希望他们被感染 7月24号 Alexander又发了一封邮件 给美国FDA的行政长官 以及其他几名FDA的高级官员 说为了自然免疫自然暴露给病毒 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大水漫灌 让年轻人感染 然后 Michael Caputo听闻此言之后 觉得这个办法好像还不错 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于是 他随后就发邮件 让Alexander去研究这个方案了 您各位可能好奇 这个Alexander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能提出这么丧心病狂的方案 但是这哥们其实只是一个兼职 在剧组里就属于那种 连镇警头套的没有的路人甲 三天后 也就是7月27日 Alexander又发了一封邮件 给疾病防控中心主任 抱怨敦促他 尽快让大学重新开放 好让病毒可以更加自由的扩散 他说我们实际上是把最有力的武器 那些健康的年轻人 孩子 青少年撤离的战场 我们需要他们尽快感染 四处传播 发展抵抗力 然后帮助我们停止病毒扩散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 虽然孩子们患病之后 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很低 但并不是说孩子们就一定不会有事 不是我总要替中国政府说话 是这帮孙子干着这样的事情 还天天指着你鼻子 说你人权有问题 真的是让我觉得无法忍受 我看过网上最精彩的回怼 就是说你们家的人权好不好 就是靠死多少人来衡量的 对吧 死得越多人权越好 那我们的人权的确有问题 我们全家的人权都有问题 一个美国政府的官员 向一个致力于防控疫情的官员抱怨 为什么你们不让那些孩子赶快感染 您各位评评这句话的味道 您各位能够想象 如果中国政府用这样的态度去抗议 西方媒体会怎么说 国内的公知得怎么样的 呲牙咧嘴上窜下调 但这件事情 无论是新乡时报 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BBC 他们的中文板块 只字为题 这就是西方自由民主的 这种媒体的嘴脸 新冠病毒专制各种不服 刚提出群体免疫就被骂的灰头土脸的 英国川普暴力斯 还有公开测试群体免疫的瑞典 都用事实证明 群体免疫的代价有多么的可怕 Alexander这个临时工 只不过就是川普政府一个台前的小丑 他背后就是白宫 就是川普 而且事实也证明 川普政府之后的所作所为 也确实是按照这一套剧本来操作的 孩子的重症率是很低 死亡率也很低 但是无症状感染的比例却非常的高 他们会在不经意之间 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父母 祖父母 家人 还有朋友 这种所谓的群体免疫 它背后的前台词 就是放弃社会中的老年人 有基础病的群体 年轻人是有力的武器 那么死在这种武器之下的 不就是这个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吗 多么没有人性的做法 让孩子变成武器去残害他们自己的家人 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我知道这么说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 但您各位想一想 是不是就是这么个逻辑 但即便就是这么没有人性的做法 之前某一些国内的媒体 居然还把群体免疫叫做 更高级的人道主义 你就说就我这小暴脾气 我看到这种东西 我怎么忍得了 而且说到这个Hurl Immunity 群体免疫 我真的不得不说一句 在有一些人把这个群体免疫这个词 当成一种方法来用的时候 这个词组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学术论文中 它都是用来描述一种状态 这不是一个方法 比方说一种流行病 这种病毒经过几年时间 感染了超过70%的人口 综合病毒的特点还有传播能力 评估之后觉得人群中 就是整个大众已经对这种病毒 产生了足够多的免疫力 现在形成群体免疫了 所以这种病毒在人群中 已经很难再传播了 这个词一般是这么用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更通俗易懂 打个比方 比方说这个澳洲森林大火 已经烧光了全国70%的森林 所以火势慢慢小了下来 面对一片焦土 它也不可能再蔓延了嘛 能烧的都烧的差不多了 这就好比是群体免疫 但是如果把这话反过来说 为了解决澳洲的森林大火问题 我们要想办法 先把那70%的森林给烧掉 您会不会觉得说这话的人 像是被莫里森踢了脑袋 哎 就这种感觉 这就是我听这帮人 把群体免疫当成办法来用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这帮无耻的美国官员之所以会这么干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能够有利于川普的选举 而且现在这件事情即便被曝光了 您各位也不要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这只不过就是民主党清算川普的一系列动作之一 好不容易把川普搞下台了 不能再给他四年之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这都不是美国社会当中最严重的危机 最严重的危机是 即便川普政府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 川普的支持者们依旧会支持川普 您各位可能觉得这样的论调非常的不可思议 但是我告诉您各位 美国的右翼电视台广播 还有油管的网络节目里面 早就充斥着这种反人类的论调了 为了经济老人家提前去见上帝又何妨 就为了这么一场选举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就这样完全没有必要的 完全可以避免的最后成为了牺牲品 前几天爆出辉瑞疫苗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 有四名接种者甚至患上了面摊 但是现在并没有证据显示 这次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与疫苗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根据美国FDA之前的报告显示 辉瑞疫苗的不良反应率的确是蛮高的 但好在这些不良反应都是一些类似于像流感的症状 像是头疼发热啊 肌肉关节疼痛等不良症状 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痊愈 而且以往我们做一款疫苗 动辄都是十年的研发周期 现在时间紧任务重 效果没有那么完美 我觉得也是没办法避免的事情 毕竟对于那些疫情严重的国家来说 他们已经等不起了 但是有一家美国的疫苗厂商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Moderna公司 根据美国FDA今天发布的消息 Moderna生产的疫苗很快就能获得FDA的紧急使用许可 但是根据美国政客新闻网的消息 这家公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生产疫苗的经验 不要说生产了 他们此前研发的疫苗都从来没有进入过最终的实验阶段 如果他们生产的这一款新冠疫苗最终能够成功的上市 这将是他们公司第一款正式投入市场的产品 但是在川普政府得知无法从辉瑞短期内获得更多疫苗之后 上周川普政府把Moderna的疫苗订单提高到了2亿计 美国能否在下一阶段的抗疫工作中成功的阻止疫情继续加重 很大程度上就得依靠Moderna公司生产的疫苗 但是这家企业的生产能力却遭到了质疑 因为这家企业并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生产流水线 所以他们不得不与国外的厂商合作 力求完美的完成他们第一次的表演 我并不是说这家公司就没有办法生产出足够多的有效安全的疫苗 只是美国政府的态度非常的耐人寻味 Moderna公司从美国政府主导的疫苗加速计划中 已经获得了差不多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研发还有测试 还有之前来自于川普政府1亿剂疫苗价值15亿美元的订单 以及上一周川普政府加购的那1亿剂疫苗的订单 而且他们还从美国政府那得到了额外的援助 比方说他们疫苗最后的实验都是由美国国家过敏 以及传染病研究所帮他们完成的 但是反观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 都远优于Moderna的辉瑞公司 却始终没有得到政府多少帮助 伟哥就是辉瑞公司的拳头产品之一 这家公司是国际间医药领域的一个巨无霸 我不是很能够明白川普政府这种扶持策略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貌似川普政府对这款疫苗寄予了厚望 唯一能够说服我的理由就是 Moderna生产的这款疫苗可以在一般的冷柜中储存运输 而辉瑞疫苗的储存温度需要非常低 而且运输还有储存条件都更加的苛刻 在下周一第一批400万剂疫苗就会运抵美国 之后会在全美几千个接种点开始为民众接种 我希望Moderna公司的第一款产品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也让美国日后有出口这种疫苗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能 但是恐怕本来那些在美国对疫苗就充满不信任的美国民众 在面对这款疫苗的时候会更加难以被说服 说实话像我这种对疫苗没有任何排斥心理的人 在面对这家公司的资历还有他们的第一款产品的时候 我心里也很没底 恐怕美国政府之后要说服民众去接种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而且我依旧是那个观点 疫苗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要控制住疫情需要多方的努力 但是就凭现在川普政府这种处理疫情的态度 恐怕有再多的疫苗 在短时间之内疫情也无法得到控制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